我们今天要来做Yorkshire Pudding 材料很简单 四粒蛋 200ml 牛奶 200g 粉 四粒蛋就倒去这里 牛奶 倒进去 搅拌 这里是200g的普通面粉 倒进去 然后给他破滤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放一点 这个呢,盐是选择 我是比较喜欢有一点带行一点点 所以就用一点点盐进去 在我还没开始做之前 我就已经先选择 选择我的烤箱 我的烤箱是放190度 然后一点油 进去每一个 然后把这个放进去 关起来 这个呢,刚才我们倒油进去 那个锅里面 要给那个油热 所以大概10到15分钟 要这样子它已经搅拌均匀了 我用汤匙 然后捞 你看它的表面 你用汤匙 捞一点上来 然后看一下它的汤匙背部 有没有黏着面粉还是什么 如果是滑滑的 就是已经均匀了 这里的油呢 是很烫很烫的 所以我就把它倒在这里 看到吗 哦 看啦 哇 用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 我不要它 沾到旁边 沾到旁边 等下它的 pop over 就放上去了 它就会黏在旁边 OK 我们的估算 有一点失误 本来是打算做12粒的 可是看来 只可以做10粒吧 OK 这个呢 过后就要放进去Oven里面 放进去Oven里面过后呢 不可以 打开Oven 只可以在外面偷看 如果你要看的话 要在外面偷看 要放大概20到25分钟 所以我们现在要趁它油 还很热哦 快一点把它放进Oven 大网站 完成了 大网站 成功! 這真的是零失敗了 Vikino Vikino也是可以的 你看 我拿這個起來 哇,你看,脆脆的 哇,哇,哇 哇,哇 還冒煙哦 這個呢,你可以這樣 單吃 嗯,好脆,好脆 你可以加 加Gam 加Cranberry Sauce 加Burberry Jam 或者是,有些人喜歡配跟 嗯 羊排 或者是 聖誕節要到了 聖誕節可以吃這個 很簡單,很簡單的材料 很容易做零失敗 然後 等下我們會 烤 Lamb 然後配著這個吃 OK